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法国当地两间人权组织在今11日以涉嫌欺骗的商业手段为由,向简方指控南韩科技聚播三星、Samsung电子有限公司违背企业承诺,涉嫌在中国代工厂内雇佣同工。 根据路透报道,法国人权组织SHEPA ActionAPUs对法国当地的三星电子分公司SEF向巴黎地检署提告,SHEPA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三星电子在其企业承诺中表明不会雇佣同工,但中国境内的非政府组织在工厂中实际观察到的情况却出现不可接受的差距。 法国在2017年通过企业责任警戒法规定在法国销售产品的跨国公司必须尊重人权与环境,三星电子在其网站上声明遵守各国法律,并将尊重所有员工的基本人权,不会雇佣同工以保障员工健康,且严格执行行为准则。 巴黎检方在审阅诉状后会决定是否启动调查或行政签结。